最近会死的急救 大部分都死在什么 对 不是死在脑中风 也不是死在癫症 而是死在 一般他们说的是心肌梗塞 我可能不反应 我是用心脏皱纸 膚胺间鼻子 那心肌梗塞本来就是西医的一个理想 所有的检查我说都是你 我不可能生出一个死亡 那对于急救这一方面 我觉得目前 以西医的一些态度 我用了很多盲点 而且特种是述手无策 对这一方面 我只能这样 那一般人怎么死的 也使得莫名其妙 那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 我都沉淀了好多年 这个急救篇那个藤本来都一直没有 到去年才确定把它特定 然后传心血 所以你们现在拿到的那个急救篇 还不去最新资料 因为我大陆演讲大会还在修 那最近才定 那我们今天就从急救品开始 急救 促导之症多由头部或上背部 他处体伤所致 或两者兼而有之 其病主要分为脑中风 癫痫及心脏骤停等 脑中风发作会口眼歪斜 偏汤无力 癫痫则咬牙切齿 抽搐有力 两者皆属头部体伤所致 心脏骤停或手舞胸口 脸部及面色微变而倒下 或面无表情全身贪软而倒下 或心脏病发 自述胸闷胸痛 即知心脏骤停而倒下 此皆属上背部体伤所致 然而心脏骤停一定昏迷 且手脸或有变化 此即不同于脑中风或清醒或昏迷 也不同于癫痫 手脸抽搐扭曲变形 至于心脏骤停所致促导 有因热能上足而自己苏醒或被救醒 但亦有因热能瞬间耗尽而抢救无效 这第一段应该跟你们现在手中拿的也不大一样 而且这里写的更详细 好 那我们从第一段开始 我们来稍微做一些解决 来 看到第一页 触倒之症 触倒就是无缘无故就倒下去 那这个就形成急救 对吧 好 那触倒之症都由头部跟向背部 它会无缘无故倒下去 依连行点的角度 只有一个言语 头部跟体部体伤 如果我不写他处体伤 那这一句话就直接怎么写的 触倒之症 是由头部相背部体伤 我就直接可以这样写 但是因为怎么样 体伤 你只体伤的时候 就有分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对不对 那如果病症倒下去 多数他处体伤 就像我们在入夺的时候 症的不适感 多数他处体伤 你不能说绝对是本处体伤 了解吗 但一定是体伤业绩 这个绝对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会找简单的 只有一个原因 不是头部就是伤背部 那有可能是头部 也可能是伤背部 也可能怎么样 两者同时发生 那你怎么去分辨 怎么去施救 所以第一个 你要救人的时候 我们说诊疗合一 你必须要诊断出来 这个是读第一节吗 这个是读重工吗 这个是读心脏咒评 你怎么去分 那这个医学界 我认为一片长保 你不信你去看看 你再看再多的网络 你都不知哪一个是哪一个 了解吗 我这样讲 你们可能 也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我能用我叫具体的 你给你推出 促道之症 下面我来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首先大家好 我是乃斯核工大学的 带养学生 我问你 这个是癫症 还是中工 还是心脏咒评 是心脏咒评 是心脏咒评 那癫症是柔佛部喔 心脏咒评是柔佛部喔 那你看你们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放这 真的好 老实想说 看不出来 他时间太短 如果再给我两三年 我就可以堵定的变成了 那因为你们在第一线 也可能会不会遇到重 有可能 但你们怎么在短时间变成了 那你看 我这样放给你们两个月 我告诉你 你即便放给医生 那你也放给他们 他们真的 那你以为医生比你们强 他们很少看到 我告诉你 他们也不会讲究 那可能 这个有人就按心脏 也有可能CPR 他能够学研评点 有人按头部 有人按上背部 对吧 所以我说 处导之正 既然它是一个正 它是不是壮 我们即便有分正跟壮 它是属正还是壮 最可能 要分清楚 壮是体表的组织受准 或皮肤病 这个可能是啊 它是一个正 不要说它要倒下去 壮到地上就是壮 壮就会比壮 所以这很明显是正 那正多数它数底下 也就是简单讲 你按推一定有效 大部分 我不敢说百分百 如果遇到本数底下 那当然就没效了 对不对 那所以它有分 他数跟本数 它多数他数底下 就绝大多数的人 你都可以因为按推 对的位置 而把它怎么样 震动 好 进去 那牵扯到位置的时候 西医有没有位置的概念 没有 我告诉各位 西医完全没有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他注比箱 他们只有在怎样 患处像小 头痛就自头 脚动就自脚 所以心脏停止 他们就按西匿压 心脏 那患处能不能按 百分百 不能按 所以西医在我看 根本即就是完全一片空白 而且甚至是错误的条件 包括 你就是这三种病 边血也好 脑中工也好 心脏作品也好 它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它却领导着 领导着 全世界的医学在往前进 而且很多医药政策 是由它来定 那一个不懂医学的 不懂医学又称医学的西医 我这样讲 可能你们就不大同意 但是后面我会提出来 它到底是不是医学 我会对西医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这个现在还不是到我先开谜底的时候 但是我就先讲 西医来主导着整个急救政策 然后他如果是主政又是要从他处下手 他又没有概念 他怎么来主导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然后患处又不能下手 我们从昨天在论经络 有没有到阿世线到原始点 所为何来 这三种不就是要找出差处的开关吗 而不是从患处往 那患处是绝对不能 那这个急救如果这样已经完全西医已经是站在门外看了 因为它没有方法 那遇到这样 接下来的舞台就剩下我们跟中医了 有办法 那中医因为在玩这个大病的时候 生死肩的时候 他用的是小排关 我认为很难救 所以到最后 唯一急救的希望 完全落在原始点的街上 我这样讲一点都是违过 只是可能你们有些第一次来学的 可能也没有在您床上用过原始点 可能还会对我是不是有一点太夸张了 那我这个人我说过 原始点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如实 我昨天已经讲过 如实 绝对不能夸张 也不能对的说成错的 这是我的态度 我说我学原始点这一本手册 为什么要写十几年 一直把握这一个精神 如实 所以 我说原始点 如果套进金刚经讲的话 他是真仪者 实仪者 如仪者 不狂仪者 不义仪者 我是真实的 如实的表达 而且一点都不夸张 那这样说来 这一个急救 很显然 他第一个 你要救他不是先内外热眼 而是应该先怎么样 出手 已经是 因为位置一定是先出手 而且时间那么短暂 然后要在短时间变 哦 那这个就是一个公布了 那我们就来看 好 那如果 他有可能是头部 也可能是上背部 也可能是两者兼得有之 兼得有之 就应该看得懂吗 我怕太文言了 就是 两者就是指什么 对对 太好了 我怕我的 那个书就是写出来 没有人看懂 我就惨了 我说 这本书是要给什么人看 给老人家 然后年轻的也可以看 没有一些背景的 文学程度很差的 也可以看得懂 然后又要很精简哦 把所有医学的 你在短篇里面 把它涵盖住哦 这个是不好写的 所以我说 才要写十几年 尤其这一篇急救篇 因为你无从参考 只能说临床上 实作上 不断累积经验 然后从案例中 不断把它找出 那个原则归纳出来 才有办 好 那 那既然它的主要要抢救的三个对象 我们先分成脑中风 癫型跟西藏作品 我们就开始来分 脑中风 它会出现什么症状 最容易的是头眼乖型 然后还有什么 天灯无力 它那就是症状 所以它比较净康 然后还有脑中风 还有一个是什么 它有时候会流鼓鼓 这样了解 也是比较静态 那癫症呢 癫症它头眼乖症 不是头眼乖症 它就咬牙切齿 它脸部扭曲变弃 然后眼神飘映不定 这是一个很激烈的变化 它是动态 跟我们一般中风 歪一边 那么大一样 了解吧 那中风它有时候偏摊 就是半边无力 它走不动很难脱 那癫症是怎么样 抽搐的很激烈 这一看就知道 还有一个 中风流口水 癫症呢 它吐白沫 它是吐白沫 它一个是流出来的 一个 喘到有贵 吐白沫 流口水跟吐白沫 分得出来吗 这个是干啥的 但第三个 吐白沫跟流口水 我比较少见 了解吗 也有 但你就是从很多的 吐白沫跟流口水 一个也是什么 动态 一个也是静态 所以你不要记太多 我这里为什么 我不把它全部吸入 就是掌握住它的要点 尤其抽搐是最明显的 你看手脚有抽出 那一看就知道 那个是癫痫 好 那这两者就这样分 应该就可以分清楚 那这两者都是属什么 头部底箱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一页 好 心脏咒评就比较好 心脏咒评 到底是 它有什么 我们再来 要解释这个 我们先来再放 下一个心脏咒评的 一个案例 心脏咒评 你怎么自己打开 你怎么自己打开 你对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 不过紧张 你就是 你的一个团队 我这个粉丝 我参加很多众队 我当过很多很多的会长 有一百多人的会长 可是呢 朋友这个团队 真的温宪 大家真的很轻 感觉很轻 而且每个人 乐于奉献 乐于给你欢笑 乐于给对方快乐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就问如何 没办法来东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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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 快点快 哎 就这样子 那这个你们分得出来吗 他 他有一个 很 他们就在网络看他 哎 他戳手 就可能是一个危险驱逃 那个是狐狩 你怕人 很多人也在戳手 万一我哪一天戳手 你们就开始跑过来放头 那还得了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动作 了解吗 所以那个网络是乱传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案例 可以来让大家来看 生死 他是来短暂 你怎么分别 他有摸心脏 我认为这一个是小动作 然后紧接着就倒下 精英就可以判断 那这个 这个你看他心脏 是每个人都会摸胸 我们来放几个案例 遗憾的消息 72岁的歌王郭金发 昨天晚上在高雄魏武营 演唱他的招牌歌曲 十二八掌时 人突然往后倒 虽然旁边有人立刻进行CPR 送到医院急救 但最后打了三十剂 强心针 还是回天法术 最后因为心肺衰竭 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也是死了 就这样 他有没有守乌胸 没有 那你们都要等到 守乌胸再来救 那不是 那不是淹死了很多了吗 了解吧 太快了 好 死的太快了 太冷 来 好 我们再来 真的可以救 我认为 这个时候还可以救 但是我等一下就会分心 就是 他 我们怎么来看 这一个人 他有分轻跟重 而不是像你们这样 一定会死 好 我等 你们先别急着好不好 我发现你们不用急 要往生也不用那么急 我们还可以慢慢救 一定有时间 好不好 但要把它先讲清楚 这个 这个生是大关 没有人去分析啊 西医是根本没办法救的 因为他们没有方法 他们没有开关 所以就不要不期望他了 然后再来怎么研判 他们一团肉 他们说心脏太可怕了 他是无言无故 什么之前也没有 他怎么样怎么样 讲了一大部分 反正就是没有用 然后心脏皱顶即便抢救起来 他们再检查 也检查不出来 心脏有什么问题 最可怕的是 船过也水无痕 所以他们一直在对这一个 这个原因 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有时候心脏皱顶死了 他们最后也不敢确定 只能写说 心脏病化 连心肌梗射也不一定敢血 那心肌梗射会不会造成皱顶 我必须要讲 心肌梗射是新的病例 他反正检查出来的 通俗果 果不会生出果 不会生出另外一个症状 倒下去的症状 或生出一个死亡来 这个一定要 那停止 我用停止是比较完全合物的 也就是心脏 全部停止不动了 你不要管他是心肌梗射或是什么 那个也是病 你就好像你中工了 你半生瘫痪 你不要管他是脑梗射还是脑力射 了解吗 因为他这个也是果 果不会生出另外症状来的 我这样讲解你们听得懂吗 听懂举手我看一下 因为你们昨天有听了 所以我稍微跳过 要不然这个又要讲老半天 因为我昨天就是把这个都铺成了 所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呢 好 然后再来心脏作品 我刚刚放的是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国标舞这一个案例 国标舞业余组对抗赛 林姓男子和女舞者跳摩登舞 姿势表情很到位 没想到比赛结束后 林姓男子突然手摸 胸口坐在椅子上 不舒服的模样 没多久倒地失去意识 一同比赛的女舞者连忙扶着她 还有人冲上前CPR急救 一旁则是有人帮忙扇风 解开林姓男子的舞衣 所有人都急患了 救护人员一抵达 立刻CPR电击 五分钟后将人送一急救 人宣告不至 那这一个很明显 如果照报道 她跳完的时候 她心上自己感觉就不舒服了 所以她手摸胸口 她有这个动作 然后坐的时候 手摸胸口很快就倒下去 对吧 好 那么这样说来 我们就可以归纳 归纳怎么样 心上零子的时候 她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她可能是怎么样 面无表情 然后就突然间前身贪软 就倒下去 这是一种形态 对吧 另外还有一种形态 就是她也知道她心脏快停止了 就摸胸口或是怎么样 然后还来不及表达 就倒下去 有没有可能 有 那像国标舞 到底我们要探讨 还有一种 当然是 还有一种 触导的 就是心脏奏灵式 她心 开始是心脏变化 比如说 她感觉胸闷胸痛 然后跟人家讲 人家好吧 也不 不以为意 没有几分钟 她就突然间触导 有没有这种案例 也有 平常上都有 也有她讲胸闷胸痛 她隔几个小时 才触导 也有这样 但触导 这个倒下去 一定是心脏奏灵 你不用怀疑 那我要 必须要再解释一下的就是 心脏奏灵 呼吸 是不是也停止了 会不会停止 一定停止 因为她血液 不再输送了 那肺部也不会再跳 所以呼吸也会停止 但是有一个 西医认为死的 就是 确定就是要心脏停止 才 呼吸停止 才算死 对不对 但如果她是死人 你干嘛心力啊 她已经死了 那没有死人会活起来的 那为什么死人还要救 那如果救了还起来 那就不叫死人了 所以就不能以呼吸跟心脏作品 而且用呼吸停止 心脏作品 说是死亡 那就会出现什么 假死的状态 西医自己说的 就她测量也没有心跳 也没有呼吸的 结果这一个人隔几个小时 又活过来 有没有这样 有 一些也常常发生 那西医也收不上来 那代表的是什么 那表示呼吸停止 心脏停止 这一个人未必死 对吧 诶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就回到我们的理论来 我们说 生命之所以能维持 一定要正常的器官 正常运作 它才能维持 对不对 但是组织器官要正常运作 需要什么 各人来推动它 所以所有疾病不外 这两种 那心脏作品 当然是一种病 对不对 但是它是偏向组织 怎么样 器官运作 不只私疗 它已经停止了 对不对 它也是私疗中的 最严重的一部分 但我们变生死的时候 原始点 昨天我一直在跟你们讲 从轻重症到重病死亡 是看到重病会死 是看什么 是看组织器官运作 失调的情形严不严重 还是看热人还有没有 对啊 这不就是重点 所以 为什么会有假死 表示 它一定有热人 它有热人之后 它慢慢又怎么样 又去帮那个 这个组织器官 虽然它停止了 但是它慢慢 又让它恢复起来 这个有一点 我常常理议的 就像我们的纸 烧金纸 南烧完了 你看 成灰了 以为就没有火了 不对喔 它里面还有热的时候 你再丢纸下去 它怎么样 还是南烧 但是你那个灰烬 停太久了 连那个热也没有的时候 你再丢 有没有用 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 没有热 这个才 也就是说 当你组织器官 停止 不代表死亡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救 但当你就好像指南烧久了 连灰烬的热也不见的时候 那就真正的死亡 所以原始点重新定义死亡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 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这个在我热人篇里面有 但是因为讲热 没办法 没有办法每一篇讲 我就挑过来看 所以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我们不是看组织器官的 组织器官不会死人 我说体相不会死人 有没有 这个我都讲过 如果你们看我早期的影片 就我的理论是一贯 那也是 因为这一个理论 就可以把医学界的谜 完全解开 所以老实讲 心上停止 或呼吸停止 是不是代表死亡 以原始点的角度 不代表 如果已经死了你就不要救了 死人就是不会活过来的嘛 已经没有热人我昨天不是讲啊 正常人组织器官也都有啊 死人也都有啊 那为什么一个死一个活 因为 活人他有热人去推动 所以他热人表现在外就是体力 死人有没有体力 完全没有 这样讲你们了解了 好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 所以吸那个逻辑是不通 如果死是因为呼吸停止 跟心脏停止 就叫死 那你完全很多都解释不出来 为什么 会有死人又活过来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所以我们在急救的时候 当一个倒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去摸他的心脏 还有没有在掉 呼吸有没有在停止 根本不用 因为他看不出生死来啊 你抢救施药怎么样 让他恢复运转而已 然后让他的动能回复而已啊 那这个 这个不是代表死亡的 如果死你就不要救 那你摸 还有一个问题 吸你不吸你去看他们的急救 第一个还要摸呼吸 那个摸不出来的 死人 你因为触感有限 你摸好像若有若有 因为你那个触感不敏味 那你摸紧动脉 四个人摸出来 我告诉你不一定 我们中医都在拔马 每个把 每个医师把最后拔出来的都不一样 干 那个触感本来就每个人 然后又憑自己去揣摩 那个又更不一样 所以真正的诊断 应该是用观察 而非用触疹 所以去摸吸你 那个是乱扯的 你摸出来还是要救啊 他也不代表死亡 了解吗 摸呼吸也不代表死亡 我就直接明讲 这个就是西医的盲点 那把我们引导到 他认为 因为他们着重在解剖血 他们认为土脂器官 失去运转就是死亡 但这样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我早期还听过 那个以前我去麻风病 那个新装那个什么 什么热 什么热 热身 热身 他们那个 里面他们就有跟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突然间也是倒下去 那法医也来检查 确定死亡了 确定喔 然后送到兵役馆 因为麻风病那时候怕会传 结果三天 好像三天后就把他再拿来掉火化的时候 他们把棺木打开的时候 这个人本来是养堂的 结果呢 变成塌子 然后手肘都溢青了 最近好像又有一个 我看 哎呀忘了 这一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们 最近就是国外有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人就是 已经三个医生 确定死亡了 然后送到医院要解剖 那突然间他就活过来了 然后把所有的医护人员吓死了 真的好像最近网路有在传 有没有人看到 国外的传给我的 这个在我手机还有 来不及 那没有 那就算了 下一次我会把它录传案例 那大概也我就讲一下 那这个都是经过西医确诊的 就是呼吸停止 心跳停止 但他还是活过来 像这种案例 就老师医学界不断重复 但是医学界 从来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情况 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有问题 因为我说生命 他一定包括组织器官运作 还有一个怎么样 热人 那在我看法热人是因中之因 到最后会死亡的 一定是没有热人 组织器官停止 还可以活过来 但热人不会 有了这几个因素之后 好 我们再来看待死亡 我们就不要做一些误判 你就倒下去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摸彼此了 因为西那个理论完全不适用 也要不要再摸西藏 那个摸也摸不出来 因为你那个当时的触感 又在紧张中 你摸好像有 然后死亡会不会有 好像身体有一些动作 有没有可能 我告诉你有可能 也就是你心跳停止了 或是怎么样 他还是身体还有怎么样 如果有热人的时候 身体可能都还有一些微妙的动 你感觉就好像有在跳动 一样 了解吗 而且每个人的触感 不像机器那么灵敏 所以有些摸起来就感觉有 有些人摸起来就感觉好像没有 刚开始死亡会有这样 了解吗 所以完全跟不准的嘛 那你摸那些 你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到这里都没有问题了 好 没有问题了 紧接着开始来叫各位研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